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6月8號 在5月25號的時候呢 我在二樓陽台的部分呢 這株胡蝶蘭呢 他心頭種軟腐病 當時拍的影片呢 教大家怎麼搶救 到了今天呢 過了整整 剛剛好兩週 如果各位如果你有種過 得過軟腐病的朋友們 你應該知道說軟腐病呢 他傳染的速度非常快 如果你如果發現的話 發現到有的時候呢 有軟腐病的話呢 你一個禮拜內沒有處理 他大概整個就 可能就死掉了 就延滿 他會擴展到進步 然後整個就再見了 今天過了兩週 經過我們搶救之後 過了兩週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情況 當時呢 這邊呢 這個叫做母豬的地方呢 中了軟腐病 我們把它切掉了 把頭切掉 避免他擴散到這個子豬 目前呢 來看呢 這個子豬呢 並沒有被影響 所以呢 這表示說我們之前 教大家的這個 切除的影片呢 當時5月25號跟5月27號呢 連續搶救了兩次 救了兩次 當時動了兩刀 所以搶救的過程中呢 也拍給大家看 然後今天呢 經過兩週後呢 我再拍給大家看 證明說 當時搶救的方法 讚 沒問題 現在沒有繼續感染 那各位 有人說 會想到那個說 得到軟腐病 要不要把它隔離 我先講 我種了軟腐病的 所有的豬 我都沒有在做隔離的動作 我說過 軟腐病呢 最重點呢 是 假設葉子種了軟腐病 那個軟腐病呢 是在那葉子上 最怕的是從葉子呢 它的組織呢 一直感染感染感染到全株 那我們像這個 假設好 有人說這是病株 那我們處理掉以後呢 要把它隔離 那我呢 並沒有隔離 我原本只是從樓上 拿到的樓下來 因為我們這樓下 這邊比較通風 當時樓上呢 因為它是採光罩 有採光罩 所以呢 通風的程度呢 沒有像這樓下呢 我們再放樓下呢 比較這麼好 所以我把它放在樓下 這個位置 如果它有軟腐病 會傳染 那麼 這個蜘蛛第一個先倒霉 再來這旁邊的人 都會中降 那當時呢 5月25號 切除過後 5月27號再切一次的時候呢 我就放在這邊 各位 其他的蜘蛛呢 也沒有被感染的跡象 所以 我要跟大家講說 你今天會中軟腐病呢 完完全全是因為你環境的關係 有可能是它太熱 我說過 悶 濕 熱 這三個條件 如果同時存在呢 它是最容易中軟腐病 如果只有悶跟熱 大概需要這個溫度要多高 大概需要這個溫度要多高 大概35度以上的高溫呢 悶熱 那個弱的植株呢 會有機會 有機會 這個機率是多少呢 我在5月底的時候呢 那一陣子呢 在台灣 高溫一直維持到33到38度之間呢 那幾天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悶熱 我的蝴蝶蘭呢 五十幾株裡頭 有三株中了軟腐病 那三株最嚴重的是這一株 我拍給大家看 其他只是葉片 我就把它切掉了 那比較不擔心 所以呢這個機率呢 是6% 對我來講是6% 很熱很熱很悶很熱的情況下呢 會有6%的機率可能會中軟腐病 而且這中軟腐病呢 都是像這種比較弱的株 弱株最容易中 那你如果像很強很強的牆株呢 根系很強的葉片很冒涩呢 那個很強的植株呢 就不容易中軟腐病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跟大家介紹說 證明我當初 教大家怎麼搶救這個軟腐病的方法呢 是沒有問題的 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有趣趣的朋友呢 可以看之前的 去參考之前的影片 搶救影片 謝謝收看